这天,腾宫迫不及待地跑到静文家想要追翻 他十分好奇舅舅和精灵进迷宫后发生了什么 而之所以上次没有继续看下去 是因为家里突然来电话说做了甜甜圈 对此,舅舅十分理解 尤其是吃过咖啡店的甜甜圈之后 决定好下次再一起去吃甜甜圈后 舅舅打开了记忆投影 本期的舅舅奇妙冒险回放时间正式开始 投影中播放着舅舅和精灵使用探照魔法 在地下室迷宫寻觅的画面 但看到这一幕的静文却有些失望 至于他为什么失望,我们一会儿再说 画面中,正在行间的舅舅突然被精灵喊住 随后二人向道路深处望去 只见一个拎着剑的骷髅孤身一人走了过来 就在舅舅打算确认情况之际 刚刚还有一段距离的骷髅已经挥起剑砍向舅舅面前 好在舅舅及时掏出匕首格挡 见舅舅挡住了自己的挥砍 骷髅又飞起一脚踹了过去 然而,这招不仅没对舅舅造成伤害 反倒是被他抓住了空挡 舅舅顺着骷髅的攻势将匕首插入其腿骨中 随即使用光之剑斩击魔法 直接削掉了骷髅的右腿和握剑的右臂 并趁势再次发动攻击将其击飞并斩断左臂 看到这一幕的腾弓,指呼舅舅好帅 舅舅则谦虚地表示 当时自己已经在衣食界待了三年 战斗经验算是比较丰富了 随后为经文和腾弓解释起了自己能发动魔法的原因 原来这个迷宫的debuff是衰减魔法效果 并且这个debuff对魔法的影响因人而异 普通魔法会被衰减的几乎没有效果 强烈的魔法也会被衰减的威力不足 舅舅刚刚的光之剑斩击魔法 其实就是对抗哥布林军团披衫时的招式 本来有几百米长的攻击范围 但在衰减效果的影响下只能近战使用 就连机动魔法的效率也大打折扣 因此对于舅舅来说 这种debuff还是很棘手的 需要注意的是 听舅舅揭秘迷宫真相的静文 似乎完全没有性质 这样腾弓十分不解 毕竟他很清楚 静文特别喜欢这类故事 在舅舅和腾弓的追问下 静文说出了自己情绪不高的真相 他十分介意舅舅跳过探索剧情 直接播放敌人情节的行为 对此 舅舅满脸严肃的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短视频时代 如果不能在几秒内抓住观众眼球 那视频就会被刷走 身为一个全职视频up主 他必须时刻保持专业 即使下班时间也不能妥协 就这样 静文被说服了 腾弓也在心里感叹起了 救生二人身为up主的职业精神 于是三人继续看起了接下来的内容 此时画面中 被切断双臂和一腿的骷髅 突然发生了异变 他的断肢开始蔓延生长 最终形成了三个全新的畸形骷髅 看起来比之前要棘手的多 见此情形 精灵立刻切换了手中武器的形态 将长剑转化成更适合这座迷宫的拳套 一边摆好战斗架势 一边与舅舅聊了起来 敌人越来越麻烦 我们却使不出全力 这真是个大危机呢 说的没错 所以这也是获胜的大转机 舅舅意料之中的回答 令精灵脸上泛起了笑意 二人准备就绪 极战一触即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